就是你当你离婚了之后 你还会想结婚吗 我们先来看一下艾丽丝的MCR 艺人艾丽丝前阵子才大方任爱 交了新的男友 现在又有宣布好消息 她在38岁生日这天 答应了男友的求婚 其实呢她跟日籍老公 早在2015年就离婚 而她也带着女儿莉莉奖 一起在法国开创新的生活 遇到了现任男友 对方是一位英国外交官 曾经在大陆重庆当过领事馆 副总领事精通无种语言 1月时在巴黎 住英大使馆任职时 认识了艾丽丝 生日这一天 男友拿着戒指下跪求婚 问她愿不愿意成为 一辈子的家人 艾丽丝也甜蜜答应 男友虽然不会中文 但是却努力的 抄上中文的卡片 用心准备让艾丽丝相当感动 而对待女儿莉莉奖 更是势如己出 听到艾丽丝的好消息 粉丝们也纷纷送上祝福 奇怪了 我去巴黎待了4年 我也没有人跟我求婚 这就是命 因为你是去念书 为什么 你那时候专心念书是好的 可是如果像李懿如果是你 你如果离了一次婚 你还会再结吗 可是我觉得我会 因为这是一件合理的事情 像比如说艾丽丝 她之前待在日本待一段时间 所以她会遇到日本的老公 所以我觉得单身女生在外面 她又不是待在台湾 她会遇到比较多的外国人 是因为她待的地方的关系 然后她离婚之后 她又待在法国 所以遇到现在的老公 因为我觉得亚洲男生可能会对 就是女生工作能力很强 这方面会有点怕 他们男生的感觉还是 男主外 女主内 所以要是女生比男生有能力的话 其实我觉得亚洲男生会有点怕 这件事情 他们会觉得我为什么要给你养 因为我问身边很多的男生 他们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给你养 就是我应该是 会承担很多多余的压力 对 我应该是一家蜘蛛 所以我觉得可能 艾丽丝在亚洲来说的话 可能台湾男生会觉得 这样的女生太有能力了 所以她寻求就是国外在法国 所以我觉得她遇到另外一个 可以愿意接纳她的人 这是一件很值得庆祝的事情 真的 大凯你会就是羡慕异国恋吗 没有 我要讲一件事 其实就是说很多女生一出了国之后 那个就开始有很多粉红色的泡泡了 你就没有 没有 因为我们 你们也有 没有 亚洲男生都会担心胃不保别人 没有 我要说的事情是 因为到了国外去 自然而然 第一个放假 心情轻松 然后很容易就容易坠入爱河 而且大家不是都会很期待 来个什么异国插曲什么的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 很容易就迷失掉自己 那个准则不对了 可是我要跟亚洲男生说 就帮我自己 怎么搞的 我们为什么会让人家觉得说 我们不够体贴温柔 因为我们只要一想到外国男生 就会觉得说很幽默 风趣 很浪漫 体贴 温柔 浪漫 怎么搞的亚洲男生好像都没有这些 而且人家离婚带个小孩 亚洲人就会觉得说你离过婚 然后反而会怕 会有点害怕 带个拖油瓶 可是外国人都不会有这种感觉 你会觉得那人家当然是选外国人 没有 因为外国人他们的确是 他们的这个社会风气 他们很 是可以接纳 很能够接纳的 所以我就说 这也难怪 因为去了国外真的 我是很祝福爱丽丝 我永远相信有真爱 没错 但是千万不要再被伤害了 可是我是不看好 真的吗 我看到那新闻的时候有点被吓到 我觉得怎么这么快 因为那一段其实他离的 当然就是有点时间这样距离 而且他去法国之后 生活过得蛮艰辛的 要带小孩 然后又中间有一些文化差异的问题 那好不容易站稳脚步 当然有一个人照顾很好 可是你知道吗 法国男生是 是很危险的 如果演员在那边待了四年 就知道他很浪漫 很甜蜜 有多危险 是吗 你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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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跟我求婚的 我跟妳講 法国男生真的是危险动物 只比意大利男人 他意大利第一名 他第二名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对不对 爆料... 法国男生 先喂养我们 我看一看凯说 就是好像亚洲的男生 都比较不浪漫 确实我有发生一件事 我当时的房东很奇怪 其实让我觉得有点怪典 可是他当时在追求我 他每一天都会买一只 红色的玫瑰花 放在我的信箱上 然后只要是 比较特别的 比较特别的节目 比如说雨天 他还用一个塑胶的 把它包起来 包起来 这些很细心的事情 确实是很危险 那后来为什么没有在一起 因为他就是蛮可怕的 你看吧... 我不喜欢人家 所以 他有没有跟你说 不要拿房租了 他有说就是希望 我可以当他的女朋友 然后我就说不 没关系... 那他是房东 他帮你房真的要 有 好像有可能有 一定有 而且他搞不好 全部全程录影了 你搞不好在睡觉 他站在你旁边 Gopro大概有八颗在你旁边 他记忆跟他都放在你旁边 他本身四年是一个纪录片的概念 他没有接受 我觉得法国男生 就是说其实他真的 有很多的方法 对 他很温柔体贴 可是他们其实来得快去得快 我担心的是这个 爱丽丝 也许他现在觉得很甜蜜 我们祝福他 可是我是觉得太闪电了 因为你婚姻 就是说跟谈恋爱不一样 谈恋爱就是说几个月 或是说半年的 你又没有那个关系 可是他现在结了婚 你知道吗 要离婚 要结容易 要离外 異国婚姻要离是很难很难的 我最近有看到这个经文 跟孙翠萍 翠萍姐的那个 跟老外 老公的 那是他好帅的一百 你看 这个我们先讲的是唐娜 她是刚刚结 这个娜姐50岁了 嫁给这个老外 这个当然是很不错 可是你知道吗 她为什么到50岁才结 她是深思熟虑 然后她本来是不要结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就觉得看好了 很看好 因为她就是想了又想 淘汰又淘汰 跳跳跳跳跳 然后到最后她觉得是 是不会错的 真命天子终于来了 好 那比如说翠萍 她因为之前也是日本的 日本老公 离了 自己带小孩 然后后来又一个老外 那现在就突然两年之后 又离了 然后她是付出了一百八十几万 才把婚离掉 已经算少的了 为什么这种异国这种离婚 要这么多钱 而且好激励 而且通常不是离婚之后 男方要付散养肺 结果现在女生在 怎么变成有能 女生 对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对 好奇怪 我觉得可能还是跟怎么分的 或者是中间发生什么事情 有关系 其实那个时候像陈美鳳 李明依 他们在离那个外 是 那个也是好麻烦的 美鳳的老公虽然是中国人 可是他们在美国结的 他们是对方有美国身份 所以他为了离那个婚 他付出代价大概五 六千万 还不止 他们说可能甚至快到八千万 包括来回打官司打了四年 因为他们很多的房产 什么财产是在美国的 美国每一周的法律不一样 夫妻财产又是共有的 共有 美鳳那时候算起来 他身价有五 六亿 共有的话 不能一个人要分三 四亿 很多人就说 你要先脱产 你要先怎么样 一直教他这些 后来他到底用什么方法 其实我们不知道 只是说很难很难 而且他这边要一直请假 要过去 会也会影响工作 Amy姐跟啥 其实年姐刚才讲Amy姐 因为刚好那个时候我跟董哥 我在当董哥的助理 然后那个时候董哥跟Amy姐 他们有主持一个节目 只要每次碰到Amy姐 就是在讲这个事情 而且其实你可以感觉到 他为了想要离婚 是心力交瘁的 好辛苦喔 而且那时间一拉长 很疲惫 一国婚姻结荣亦离很难的 我们不要去国外结婚 对 你是对的 对 你是对的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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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